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9月3日,星期二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那个大班月饼 我昨天说了大班月饼那个事情以后呢,我看到网友朋友的留言 有些朋友呢,知道这个月饼,好像还有点喜欢吃这个月饼 有的朋友呢,就不知道这个月饼 但是呢,大家都纷纷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公司,这个月饼 我们以后无论如何是不吃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吃它的月饼了 我今天还看到这个,他们这个太子爷啊,他亲自道歉了 态度呢,应该说不够诚恳 应该这么说,不够诚恳,不像国太那么诚恳 他,你有点那个,就是推卸责任 一个是他自己道歉,一个是他说这个跟公司无关 跟公司有关,这个是撇不清的 这是你们家的公司,对吧,他本身也是董事 确实是,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董事会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确实是,但是呢,他是公司的拥有人做出来的这样一个行为 那就应该呢,尝到他的后果 那他后果,能尝到什么后果呀 如果那公司不尝到这个后果的话,你本人怎么尝到的后果 难道说冻结你的财产吗,难道说没收你的财产吗,那都不可能啊 这个后果呢,一定要让他尝当 这个痛呢,一定要让他们尝当 一定得让其他的公司都看到 大班的太子爷的行为是有后果的 不要是非不分,黑白不分 不要吃锅砸锅 你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你有义务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 你不要说什么中共啊和中国啊两把事什么之类的 不要说这个,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现在任何一个政府在台 像你这样的行为,分裂祖国的这种行为 都是不能够容许的 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和真正的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的祖国呀 那块土地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一块土地啊 我们对那块土地是有身后的感情 当那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面临着困难的时候 我们毫不犹豫的要来维护它 坚决的维护它 你作为一个就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 你手里拿的护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你的生意就是靠这些14亿人 加香港700万人靠这些人来吃你的月饼 来给你饭碗的 你吃过咋过 就得让你尝到苦头 另外呢,有网友问说 我们加拿大有一个大班旅游和这个大班月饼公司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的话呢,一并都抵制了 反正我今天早上啊,我查了一下大班旅游 大班旅游呢,是成立于1990年吧 然后呢,说它的总公司是在多伦多的 没有提任何香港的事 如果香港这个公司有这么大的一个母公司坐后盾 我想呢,他们应该会提的 但是他们没有提香港 就应该是,只是名称上有所重合 但是呢,应该说他们不是一回事 因为大班呢,并不是香港的这个公司 它独创的这么一个名字 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小说 还有一个电影叫这个名字 它这个大班月饼 这个公司呢,有可能也是根据那个小说 根据那个电影来的 那个小说和电影呢 还是根据以前有那么个职位来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渊源 总之一句话呢,我感觉 加拿大的那个公司跟香港这个公司没有关系 如果网友查出来说 他们确实是一回事的话 网友可以告诉我 告诉我之后呢,我再跟网友公布一下 好吧,现在目前来说我查的是没有关系 好,这是关于这个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说的主要是路透社 他昨天发了一个录音 他说这个录音呢,是林郑月娥在两次商会当中的录音 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看了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有些朋友可能没看 我就跟您说一下哈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呢,说取得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与商界闭门会议的一段录音 林郑月娥和商界的这个会议呢,是闭门会议的 就是大家呢,不准录音 也不准到外面去议论 但是呢,很显然有人就录了音了 就这种秘密的东西啊 只要是三个人以上 你就很难做到保密 要两个人好办 说咱们两个人谈话 你不准录音哦 你不准录音,我也不录音 咱们两个都不录音 对吧 如果一旦哪一天说外面有了录音了 这个录音说对我是不利的 那肯定是你放的 那要对你是不利的 那肯定是我放的 对吧,这两个人 假如还有一个第三方 那你就不好说了 那我没有放,对我不利 我是不会放这个录音的 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是谁 那就不能肯定了,这东西 就得靠那种侦探的手段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人多了 你还有十几个二十个人 这么多人 然后怎么来找出这个源头 可能不大容易 所以这件事情呢 要想找到源头啊 我估计是找不到 然后林郑月娥在这会议当中呢 她就说 作为行政长官 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造成不能原谅的破坏 如果有选择 她第一项会做的就是辞职 并且道歉 我首先就林郑月娥的这段话 我就觉得这林郑月娥 我觉得她好像 太怎么讲 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来说她 就说这事啊 她就觉得好像 是她引发了这个政治危机 这不是她引发的呀 做那个修例这件事情 没有错 没有错 他们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他们一天到晚呢 就跟那找借口 有借口找借口 没借口制造借口 实在是任何借口没有 也可以来反对 跟你林郑月娥没有关系 不是你造成的 不能原谅的破坏 这些破坏是他们的破坏 不是你林郑月娥的破坏 林郑月娥看来就是太夫人心了 虽然我也是个夫人 太夫人心了 然后她就说 如果有选择的话呢 她会做的两件事 就是辞职和道歉 她已经道歉很多次了 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作为一个行政长官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说睡一宿觉 或者睡着睡着觉 想起来要出来发一推特 对不对 像某某人似的 对吧 林郑月娥都不做那种事 没有冲动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是经过 这个深思熟虑的 经过团队讨论的 都是正确的 你有什么好道歉的 林郑月娥太软弱了 第一次出来还行 说坚决谴责 不能容忍 结果第二次出来 然后就变了 还跟他们 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为什么要求他们给一次机会啊 他们是谁啊 你这个权力来的是正当的 不需要任何人给你一次机会 你干得很好 林郑月娥说 只是有非常有限的空间 去解决这次修理事件 因为事件已经升级成 与国家主权及国家安全有关 这确实是 中央政府了解到 如果解放军到港平息示威活动 会对中国的国际声誉造成影响 并付出极大的代价 中央重视国际社会的评论 关于这一段我们能够看出来 这林郑月娥还确实是挺无奈的 她的这个立场 以及她的决定呢 都不是说 他们香港政府自己单方面的 她也得顾虑到 整个的国际局势 对中国 对整个中国 以及中央政府 舆论上的影响和后果 因为他们是考虑到这些的 她必须得考虑这个 因为她香港 她是中国的香港 虽然说一国两制 对吧 港人治港 但是如果香港的治理 和整个大局的局势 整个国家的这个利益 是冲突的话 那哪个利益要放弃 那一定是香港的嘛 她不可能说 整个的中国大中国 对吧 中央政府和你香港政府 你香港政府就完全不考虑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就完全被架空 就是一个名义 你不可能啊 这就是现在 今年夏天 他们这个游行示威 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就是 香港就是香港 这个中央政府 就是中央政府 我香港做任何的事情 你中央政府都不可以插手 我们也不考虑你中央政府的这个利益 我们也不考虑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权力和利益 我们都不考虑 中国对于香港来说只是一个名义 这就是他们今年夏天这个游行示威 他们的目的 或者说他们一贯的目的 今年夏天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情 修理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他就是以前一系列从2003年开始 我不知道能不能还往前推 反正2003年 因为那23条那个事 对吧 他们就反对 从那开始 他们一直都是 目的就是架空中央领导 让香港完全自主 哪怕香港的做法会伤害整个中国的利益 他们也在所不惜 他们也要做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一定是不行的 然后呢 我就再重申一下 中国政府呢 太过重视这个国际舆论了 太过重视这个舆论了 没有必要太在乎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的全都是屁 全都是很臭的屁 他永远是就要颠覆中国政府的 就要削弱中国的 如果能把中国给分裂了 那是最好 对他们永远都没有威胁 那是最好的 这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有借口找借口 没有借口制造借口 就制造不出来借口 他们也会强词夺理的 他们就跟那个川普的中美贸易谈判是一样的 对吧 他跟你没有协议 他要谈一个协议 有协议不合他的意他可以撕掉再谈一个 就跟伊朗 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六方伊朗和协议 对吧 不合他的意他就给撕掉 尽管美国上上下下都觉得 哎呀那有什么不好啊 原来那个协议 大家都不明白有什么不好 有的人说实在想不出理由来了 是不是就因为他是欧巴马签的 你就非得撕毁啊 对吧 他就要撕毁啊 就是任何理由没有 我也要撕毁 这是美国 这是美国的霸权主义 你希望说美国让他讲理啊 你希望说你所做的事情把美国的嘴堵住啊 美国的大嘴是堵不住的 一定要清醒这一点 你像现在香港的事情 这整个夏天造成多大损失啊 还伤害了海内外的华人的一些个感情 让很多人着急 我有一个网友他都85岁了 每天都为这事急得不行啊 有时候我就很生气 我都很担心这位老爷子的身体 85岁了 这事真的是香港今年夏天的事 让有正义感的这个华人都很生气 很着急 这一直以来 打从那个621开始就觉得 那个点就是已经是一个平暴的点了 但是没有 后来一系列的逐步升级 逐步升级 大家都认为每一个点都是应该是一个句号了 但是这个句号就是没有画上 不用太在乎他们 你想1989年64那一次 如果邓小平他也很顾虑 很怕他们的话 能有这30年的和平发展了 他会一直在闹 一直在闹 就跟香港这样啊 我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认清这一点 不要太顾虑了 第二件事呢 就是林郑月娥 看来他是真的是管不了这事了 他有意要辞职 有意要辞职 就让他辞职嘛 他没有能力来管这件事 林郑月娥真没有这能力 妇人之忍 妇人之忍 他还不是妇人之忍 不是说他有办法 他忍着 他妇人之忍 他没有办法 你不是说让有办法的 昨天我看这个梁振英 他又发了一个长文 关于香港这件事情 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非常的高瞻远瞩 那个长文呢 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呢 我会专门做一个节目 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呢 我还看到中央电视台 前天晚上 有一个节目 就是面对面那个栏目 采访了何俊瑶 何俊瑶是今年夏天 在香港政界当中的一个亮点 何俊瑶呢 一直都是立场非常的鲜明 非常理智 非常的坚决 我觉得何俊瑶呢 是一个人才 我认为如果说林郑月娥 实在是做不了的话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呢 让梁振英再重新出山 临危受命吧 对吧 梁振英还是很有能力 很有魄力的 临危受命 再次出山 哪怕是临时的呢 对不对 然后把这事解决了 然后交给何俊瑶 或者呢 就让何俊瑶 直接就任这个香港特首 我觉得何俊瑶 能够做好这件事 让那个梁振英辅佐他 这件事我觉得 比让这个林郑月娥 继续处理要好 林郑月娥真的是交头烂额了 她已经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林郑月娥又说 对不能减少前线警务人员的压力 不能提供方法平息 和平示威者的愤怒 感到非常的沮丧和悲哀 你看到没有 她已经交头烂额 她已经没办法了 她很苦恼 她没有办法 中央政府不想出面 就把这些事情呢 交给林郑月娥来处理 她处理不了 她处理不了 我想林郑月娥早就想实施 这个香港金门法 交给她的那个权利 我处理不了 请求驻港部队来帮着解决 看来这个呢 中央政府没答应 然后最后一条呢 就是人大可以自行决定 进入紧急状态 直接接手 看来中央政府呢 也不想这么做 全都是惧怕这个国际舆论 这个国际舆论 真的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那林郑月娥现在没办法啊 她因为不能够减少 前线警员的压力 前线警员确实压力太大了 对吧 前一阵子呢 有一个警员 一根手指被咬掉 上个礼拜的时候 又有一位警员 据说是四根手指被砍掉 这个呢 我还 有些媒体有说 有些媒体没有说 这个四根手指的事呢 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呢 那天晚上就是 那个警员 他是管器械库的 他晚上11点钟才下班 他下班以后呢 在去地铁站的路上 就被几个暴徒埋伏了 那很显然 他们是冲他来的呀 跟着埋伏等着他 然后就对他下手 他们还拿着刀 在他这个 好像是尖啊 背啊什么的 这些地方 都砍了好几刀 有的媒体报道 失去四根手指 有的媒体没报道 这个不能确定 但是肩被受伤 这是肯定的 在医院里面 送到医院了 这是肯定的 对吧 前方的警员 他们的压力很大 你想想看 那些暴徒 一天到晚的 对吧 如果是在街上 就是正面冲突的时候 他们就是骂警察 奚落警察 侮辱警察 然后打警察 伤害警察 近距离的 远距离的 拿铁棍打 拿伞打 扔石头打 然后拿激光罩 就是为了要伤害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出来的时候 去围警察署 然后跟着侮辱 跟着谩骂 跟着奚落 跟着攻击 语言攻击 以及实际上的攻击 你想警员 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对吧 我们看到的警员 他们还在 理智的执法 我觉得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我本身呢 还是一个 比较理智的人 但是呢 我想想看 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 面对的是一些辱骂的话 我也会失去理智 人都是 有七情六欲的呀 又不是圣人 又不是神人 对不对 但是香港警察 多么的不容易啊 林郑月娥 估计她看着都心疼 但是也没办法 她没办法 何俊尧有办法 把何俊尧换上吧 我强烈建议 把何俊尧换上 大家有同意的留言 这个林郑月娥呢 主要是对于 那个和平示威的呀 她觉得没有办法 这事吧 她一个是这样的啊 一个是那些 和平示威的 和那暴徒 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 暴徒之前 会是在和平示威的队伍里面 他们会摇身一变 就成了暴徒 这是他们的一个手段 林郑月娥好像就没有看清这一点 和平示威的人和暴徒是一拨人 是一拨人 当然那里面有一些 可能性格比较那个什么 有一些人没有使用武力 但是呢 这些暴徒绝对是从和平示威 那队伍里面出来的 是他们的一部分 这一点林郑月娥好像没有认清 另外呢 关于这个和平示威的这个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你和平示威 任何国家都有 美国 加拿大 每时每刻都有 你要去我们加拿大 就是多伦多 那个市政厅那块 每天都有 白宫的那个广场上 每天都有 每一天每一刻都有 他们是表达声音的 你不能说 你完全说那些声音 你跟那表达吧 我也不去听 政府应该去听 这些和和平示威 他们表达一个什么声音 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义正词严的杠 不能解决 比如说这五大诉求 就不能解决 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不能解决 还是不能解决 你甭管你怎么闹 就是不能解决 对吧 杠不能解决 至于说他们的方式呢 可以给他们画上线 画上格 因为现在这个暴乱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对不对 可以戒严啊 戒严 晚上几点 不可以出来 你游行示威 你可以白天 晚上几点 不可以出来 然后整个一天 戒严这状态的情况下呢 有专门负责戒严的 这个分队 他们在街上 可以查任何的人 可以搜查任何人 看你的身份 然后我搜查你的背包 如果你背包里面 哪有什么东西 你解释不了它的用途的话 带回去 带回去调查 特殊时期啊 进入戒严 台湾以前国民党的时候 都戒严好几十年 对吧 香港这种情况 应该戒严啊 戒严进入军事管制 给他们画线画格 有过线过格 就不行就抓 非常时期 进入非常时期 办法是有的 林郑月娥 她就是富人之人 她干不了这事 看出来了 干不了 换何军尧吧 换何军尧 你看看美国出事的方式 他们不管的 我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大家还记得 就是郭文贵 他是在第几次 第三次出来 所谓的爆料的时候 当时到VOA去 美国之音去爆料 对吧 当时呢 龚小夏和另外的一个 他是比较偏向于郭文贵的 然后呢 当时台领导 可能是对于这件事情 是有争议的 可能不太想让他拨 但是呢 龚小夏执一拨 到最后呢 就愣生生的 就给他断了 正在说说说话 啪一下就断了 对吧 对于这件事情 那美国政府 对美国之音 就展开了调查 有的人呢 就去 也去抗议啊 那郭宝胜啊 还有赵炎啊 什么的 他们就抗议 在他楼下抗议 到那个白宫那抗议 对吧 抗议你就抗议咯 我们有程序的 他们根本不理 后来呢 还把那个龚小夏 和那个叫 那个一个男的 给他俩 叫东方吧 给他俩还开除了呢 你抗议 你管什么 他们是有程序的 作为一个政府 有程序的 对吧 你要抗议 你要抗议就抗议 你合并抗议 你就可以 你可以跟他抗议 林郑月娥还回复了呢 美国根本就不回复你 美国政府有回复 那个郭宝胜和赵岩吗 根本就没有 连那个龚小夏和东方 他们也没有给他们 一个合理的解释 开除他 那个开除 我认为都没有道理 但是又开除他 有些人还说 那个断波 是因为VOA被蓝金黄了 纯属骨折 纯属骨折 他们美国之音 肯定是 他们对这个说法呢 也很气愤 但是他们根本不理 中国政府没有必要 太理会他们 对于这段录音呢 我认为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林郑月娥方面呢 现在没有正式的官方 没有召开记者 招待会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有媒体呢 向林郑月娥政府求证 林郑月娥政府呢 回应是 因为这件事 是关门讨论的 不可以公开讨论的 所以呢 他们对这件事 不予置评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估计呢 如果是这件事 讨论的 舆论的声音大了呀 如果争议太大 林郑月娥有可能 会出面澄清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真事 好像也没有什么 好澄清的 好 关于这件事呢 我就说到这里 总结一下呢 就是 林郑月娥已经没有办法了 中央政府呢 没有必要太在意 这个国际舆论 可以插手 可以出动这个驻港部队 甚至于大陆呢 直接就把一国两制 废止了 得了 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 实在是不想插手 也可以换人吧 没有必要非得让林郑月娥在这儿受了罪 对吧 换人 何君尧是一个现场的人选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赏